这边就是泰国曼谷的桥的夜市 泰国最大的夜市 不知道是不是 我怎么感觉 有很多中国人的面孔 我从这个夜市转眼 我们先看一下 哈喽 吃过了 三个 三个 那边一过了 问要不要吃饭 哪里都差不多 拿着个牌子 我感觉这个夜市中国人的面孔特别多 这边就比较少的那个白冷了 你看看 你看看 它可以吃不饭 好 看喔 你看看 这桥的夜市的话 我怎么感觉都没有本地的特色 可能都是为了游客是记得吧 这萝卜 这边的衣服比那边贵很多 就比我住的地方 那个叫什么夜市 烤山路 烤山路比这边便宜多了 那边的东西 你看这个包包200泰的 在烤山路那边的话 可能100泰只都不要了 哦 插牌 用来的话 做100的话 先拍的话 你看一下它一路一路来 我从那一路跑出来 又跑这一路 就是一个市场嘛 是吧 一边卖小双饼的衣服 之类的 然后一边的话 有个海鲜 这个图子就是一风八舟的意思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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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是吧 讲的中国话 咱们国内那么多人习惯来这边是跟着利游团来的 哇 兵杀 五十五泰者 哇塞 沙拉79 这个夜市的话你看一下 基本很多中国人 来这边逛的话就看不到本地的特色 这个汤子连沟都放在中国的沟 会不会是中国人在那边开店的 是啊 因为泰国这边很多华人 这边是吃的 这边是吃的 鱼王 鱼王啊 好吃 你看啊 妈的讲话都是中国话 我都说了这边很多中国人在这边开店的 你看就知道了 泰国燕窝 这燕窝的话带不回去了 这个牌子应该都是说小心爬手的意思吧 这是什么呢 这个牌子应该都是说小心爬手的意思吧 对面韩式 这边韩式 你看这边的店面 很多直接就写着中国的文字 新鲜叶子 香甜可可 说明太多中国人来这边玩了 来这边吃东西了 是吧 今天算是来凑地方了 这个世界就中国 每百六十泰州 这个夜市你看它脑外很少 都是中国人的脸孔 这一大把全部都是偷偷车 我们到那个船公银行那里 你能不能让车子开过来吧 我们应该走过去 打电话声音特别大了 肯定是内地来的 你看一下这个泰国的交通 非常的赌 你看一下 我来的时候都是坐摩托车来的 坏掉了115泰州 就从我住的地方 然后我给了1125块钱是 小费 这边也是躲在这边了 你看 所以说来泰国的话 尽量不要打地 因为如果打地的话 你看它躲在这边的话 一躲躲 所以长得久 所以说如果起摩托车的话 就会快很多 你看摩托车 它可以缝里面拆过去 是吧 要么就是坐地铁 最好的出行方式就坐地铁 坐某道车来玩就有点危险 但是我的话 我住的那个地方 好像是没地铁 我住的地方 不在地铁线那一边的 所以如果找住宿的话 是在地铁周围 找个住宿会比较好了 这里面的话 又是拉茶 打火车 夜市 你公主看的那个夜市的话 就有1.7公里 这一火了 你看全部都这样普通话 这个火车夜市的话 跟公主的那个桥的夜市的话 差不多 也是基本上都是中国人的脸孔 这个火车夜市好像没有桥的夜市 没什么桥的这个夜市 两个夜市都没什么桥的 因为它都没有什么当地的特色 感伤点 是吧 可能就是为了利油打造的 这个是不是传适中的梦囊餐厅 你看 直接写着中文 我现在准备做摩托车回去 来了 事情来了 没有 Если 是 啊 Coca 是 只你的 好 是 就 跟你脚 是 是 是 在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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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